红柿和李韵清爱情长跑后 于今年3月登记结婚 目前怀孕五个月的她 近日和朋友们一同举办宝宝性别趴 看14日在社群上写下 红李开心性别派对 我们有一个女宝宝 并透露女儿的名字叫不不 从照片中可以看见 李韵清在揭晓的那一刻 见到是女宝的结果 李韵清高兴到跳了起来 一旁的红柿捂住嘴 似乎被老公的反应吓到 红柿也晒出了朋友参加的大合照 可以看到poppy lady的大员 宝儿亭轩与山一同庆祝 画面相当温馨快乐呢 梦榄儿亭轩与市场 没说真的有什么脸 那边要乱七公子 卖面相当有什么脸 ž营与山一同庆祝